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昏了 你怎么一点也不关心我呢 那我跟孩子对你来讲算什么呀 你放心 孩子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那我呢 我累了 我不想给你找 快点回房休息吧 今天我不想走了 我还在这儿睡 好 那我去喝防水 逸香 我们都要结婚了 你不要对我这么冷淡行不行 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你怎么还忍心这样对我呢 方同 你情绪不要那么激动 这样对小孩子不好 不好意思讲这种话 你把我当什么样 你要是不爱我 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你要的不就是我吗 现在我都要跟你结婚了 你还想我怎么样 又是因为甜心对不对 周逸香 你越是这么对我 我越恨甜心 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的 我警告你 你要再敢伤害甜心 我就 你说怎么样 你打我吗 来呀 打这儿 来呀 打呀 我 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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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说那个高总 要跟你合伙开服装店 嗯 怎么了 高总他就是这么 会眼识英雄 就是觉得我们心情有才 所以才会跟他合作的 对呀 而且开出来的条件 真不知道有多好 我们一毛钱都不用出 就拿到三成干股 而且上班就有工资拿 年尾又有花红拿 对 这个简直是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一个大馅饼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那高总是你什么人 还是他对你有其他目的 这个目的再简单不过了 就是要借助我们甜心 来打击周 周围的竞争对手 就是吗 而且人家高总 是开投资公司的 投资公司你懂吗 投资公司就是要投资 才会挣钱 明白吗 再说了 他就是喜欢我们心情 就是看他顺眼 就是喜欢他 要给他投资 怎么不行啊 那你自己考虑的怎么样 还用考虑 心情肯定答应咯 我还想要 仔细地考虑一下 你考虑什么 你傻了 这么好的条件还考虑 你别考虑了 大人哪 干吗 甜心说得对 这个事情啊 关系甜心将来的一生啊 所以呢 他考虑清楚也是对的 老婆啊 我肚子饿了 你陪他一下哦 我们下去买点东西吃 你自己去吧 你饿了吗你 你不是说你饿了吗 对对对 我是说我肚子饿了 我忘了 你们俩聊 我们去买点吃的啊 一会儿就回来啊 走走走走 你们好好聊啊 怎么样 天气不错 我们出去走走 听你这么说啊 那位高总 简直就是救苦救难的 活菩萨 专门从天上下凡来解救你 点化你的 你这个比喻也没有错了 反正 他的确是救了我一命 所以呢 你想说你就说呗 你说呢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我的建议是 答应他 反正你现在没后路了 既然没有后路的话 不如就忙着头往前冲 搞不好可以杀出一条血路 杀出一条血路啊 你别笑啊 我跟你说这条血路 可不是好走的 虽然高总呢 他答应支持你 可是你也肯定要相应的 要付出极高的代价 必须付出你所有的心力 跟时间 好好地去学习 甚至要迎战 你最不想面对的人 所以 如果你要是不够坚强 没有耐力 不够用心的话 是做不着来的 高总那么说是有道理的 他那么做呢 不是要你对付别人 而是对付你自己 所以要让自己强壮 才是对敌人最大的包袱 不管以翔是不是真的辜负你 你都得让自己强壮 才不会让别人继续欺负你 也因为你自己强壮 你才能够看清楚 谁是你的敌人 给他重重地反击 说了那么多 听清楚了没有 小姑娘 小心点啊 来 慢点 走啊 好好好 来来 星星 来 咱们先坐下 坐下 来来来 让一下 老婆 我先把东西 放到楼上去啊 原平 我给你倒杯水啊 随便坐啊 好点没 小心 你就是天心 我是 有人让我转告你 以后你再抢别人的老婆 下场就不是这样了 看什么看 别人看 快 我不会放过他 我绝不会放过他 喂 妈 你就别再打了好不好 我已经赶去婚纱店的路上了 好好好 就这样吧 到了再说 到底又怎么了妈 周一霄 方童现在在哪里 天心 天心 你找方童做什么 你先别问那么多 快告诉我 方童现在在哪儿 她 她在婚纱店 我们今天要不要婚纱找 婚纱店在哪儿 好 我知道了 喂 铁心 铁心 奇怪 听她的声音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样 梁先生 我好看吗 简直是美极了 我都找不到任何的词语来形容你 我的梁太太 我果然是没有挑错 我的老婆 那是 你这样 会把我的妆弄花的 不然我为你是问啊 好好好 那就保持一点距离好了 这样行了吧 对了 我觉得我这个袖子 还有一点高 脸子这里我也不是很喜欢 要不然 我想再换一套试试看 怎么样 没有啊 这不是挺好的吗 都已经换了三套了 你还要换 怎么 才试了三套你就 不耐烦了 结婚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我一定要当最美的新娘子 好好好 那你慢慢试 我在外面等你 你干吗去啊 你干吗去啊 就等这么一会儿就不耐烦了 不是 我不是怕你妈在外面等着着急吗 一个人无聊 所以我要出去陪她说说话 你别多心了 你呢 就在这儿慢慢地挑 慢慢地试 等你试完了 我再进来看看 我最美的新娘 那好吧 我呢 一会儿再试两套 等你再看到我的时候啊 一定迷死你 那我先出去了 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吧 好的 方小姐 您穿起这件婚纱呀 真是特别地漂亮 您未来的先生真有福气 能娶到您这么漂亮的老婆 还挺会说话的 对了 您先生呢 怎么还没看到她过来啊 她是公司总经理 很忙的 现在应该还在加班 那她 赶得急过来跟您拍婚纱照吗 当然赶得急了 应该一会儿就到了吧 好的 那您在这儿稍等一会儿 我去叫化妆师来帮您补个妆 周一香 你要是敢不来 我肯定要您好看 我肯定要您好看 新娘子今天很漂亮嘛 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 别忘了你肚子里还有咱们俩的孩子呢 神经病啊 小点声 你不怕别人听见 知道咱们俩的关系啊 好好好 不说了 千万别生气啊 你过来干什么呀 我当然是过来看看 就快成为别人老婆的 我的前老婆了 别跟我动手动脚的 干吗呀 老夫老妻了 你还害羞啊 还是怕被别人听见 放心吧 颜安正在试婚纱呢 她不把这个店所有的婚纱全都试一遍 她是不会甘心的 周香那个老太婆正在打电话 催你那个未来的老公 马上赶到这儿来 我就是怕你一个人无聊 所以我这不是过来陪陪你吗 梁妃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好了好了好了 我呢就是为了过来 跟我的宝宝说两句话 宝宝 爸爸今天是不是很帅啊 妈妈是不是很美啊 可惜啊 爸爸 不能牵着妈妈的手 一起进礼堂了 不过呢 爸爸妈妈在你身上 可是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所以呢 你以后长大了 一定要好好地孝顺我们 知道吗 行了你够了没有啊 外面的人都要听见了 怎么会呢 对了 我正好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你听了之后 肯定会高兴呢 我已经派人 到田兮的店里 你不能进去 你干吗 田兮 田兮 你 田兮 你 你 我知道了 你是知道 今天我跟一翔拍婚纱照 所以特地过来祝福我们的 你凭什么打人 放开 你凭什么砸天心的店 砸店 什么砸店 神经病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你少装了 你的天使面孔骗得了别人 可是你骗不了我 你已经得到影像了不是吗 你已经在拍婚纱照 要跟他结婚了不是吗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欺负我 你说话 说不出话是不是 说不出话是不是 原本我还打算成全你跟一翔 让大家安安静静地 各过各地生活 既然你不肯罢休 就别怪我不客气 陛香你总算来了 你真的叫人去砸天心的店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我已经照着你的意思跟天心分手了 你不是已经得到我的人了吗 你怎么还可以这么做呢 我真的得到你的人了吗 那为什么我要跟你拍一张婚纱照 你都这么不情愿呢 陛香 我想要的不是一副 没有灵魂的躯壳 我想要你的心意 你太贪心了 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能如你所愿的 照光照照 你自己拍吧 陛香 陛香 陛香你给我站住 哥 方彤 你怎么了 我哥他怎么跑了 妈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没关系下次我们再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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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去哪儿 是回汤女郎吗 我想去一个地方 天际飞龙投资顾问公司 太太回来了 今天拍照拍得顺利吧 别提了 快把这些东西收拾收拾吧 给我们倒点水过来 好 好了小童别生气了 都要做新娘子的人了 要开开心心的 我能高兴得起来吗 我今天在火纱店 等了一箱大半天 她居然把我一个人 丢在那里自己走了 害我被所有的人都笑话 好了 没事 哥还方童不开心也就算了 害得我和梁飞也受影响 怎么拍都没劲 看来我得重新约一天 再重新拍一套 我说你这孩子 你不帮着劝劝你嫂子 你还添乱 梁飞呢 他 他去加油了 妈 一言 回来了 怎么满头大汗的 妈 我看见 爸 又去那个女人家里了 什么 这个臭王八蛋 就让光天化日之下 跑去找那个狐狸精 看我不去八卦 那只狐狸精的毛 行 就这么定了 高总 甜心来了 进来 请 高总好 请坐 怎么 下定决心了 是 我决心让自己成为更强 更有能力的人 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都要让那些 看不起我的人知道 我不会只是静静地走开 谁敢伤害我 或是我身边的任何人 我肯定会将我受到的痛苦 成一百倍 甚至千倍还给他们 下面一把合同拿进来 这两份是合同 上面都写清楚 由我们天际飞龙投资公司出资 和你们合作 创办一个 涛女郎服装设计公司 我会在公司拨一间办公室 给你们使用 你那个店面呢 可以保留着作为 展示室或者销售点 看看将来发展如何 再做决定 两份合同 你可以拿回去好好看一下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在上面签字 就说明我们开始合作了 嗯 怎么 你还没看呢 就签字了 我都已经下定决心了不是吗 既然踏出这一步 我就不会再走回头路了 好 那我们的合作就算是开始了 我会把我所有的经验全交给你 希望你们慢慢地能够把它学会 你前面浪费的时间太多了 嗯 我会努力 应该说 我会赌上我的性命 全力以赴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两位慢走 谢谢 怎么了 你之前不是还鼓励我 要试着杀出一条血路吗 怎么 现在我听你的话 打算要跟高总合作 你反而不是很开心啊 我也不是不开心 我是 我觉得有点担心 就像我之前说的 从现在开始面对你 最不想面对的敌人 如果不够坚强的话 很可能受伤的是你自己 谢谢你 袁平 不过你放心 经过这么多事情 要是我不坚强起来 就真的没救了 何况我还有我姐 我姐夫 他们会在我身边支持我的 还有我 我这个朋友随时随地 支持你 不过你现在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赶紧找到郑云 是啊 我请张鹏帮忙 他跟我说这两天 应该会有消息的 说到这个 我也有件事 想麻烦你请张鹏帮忙 好 我总觉得 方彤跟梁飞的关系并不单纯 刚才在婚纱店 他们两个共处一室 态度也很暧昧 所以我想拜托张鹏 帮我调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好 还有 我手机里面曾经拍下 梁飞暴打方童的视频 可是后来莫名其妙不见了 不知道张鹏能不能帮我恢复呢 这没问题 我请他帮忙好了 大恩就不言谢了 回头请你吃饭 吃饭也算大恩啊 不然呢 你忘了我这儿被打过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忘记了 骗你的 还玩 几岁了 玩 疼了 老招了 你真的很疼 走啦 骗我 你敢骗我 真没想到 你还记得我爱喝这个牌子的红茶 你想太多了 这红茶是小鱼买的 真的吗 她果然是我的女儿 连口味都一样 够了 别再说了 你到底来干什么 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总之 甜心的事 我没帮上忙 我早就想到了 你这个人的个性 就是这么优柔寡断 总以为自己什么事情都做得到 你 可是到最后 只能向你的老婆屈服 过去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一点都没有改变 我不会就这么放手不管的 其实 我已经通过一些途径 托人去找晓云了 不用了 袁平已经让人去找了 你不能对我这么残忍哪 至少 我要看到我自己的女儿平安 那你就祈祷我 早日找到晓云 要是晓云 有什么意外的话 我绝不会原谅你的 宛若 不要再说了 你走吧 你们怎么了 怎么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啊 爸 你别误会 我跟宛若 我跟正副总谈点事情 我也正要有事和你们谈 坐吧 爸 正副总 你们坐啊 离后 我知道 我阻止不了你 就像猫有偷心 狗改不了吃屎一样 这是天性 谁也改变不了 不过为了孩子 我认了 周太太 恐怕你误会了 我跟周先生早就没有来往了 并且我向你保证 从今以后 我们也不会再见面了 骗谁 骗谁呢 这样的话 你说过多少遍了 可是你们俩被我抓到不止一次了吧 说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 二十几年了 我终于大扯大悟 周生 我决定给你自由 只要我的头衔 依然是周太太 以后你们想怎么样 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当作没看见 不过 想要这个自由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这话什么意思 嗯 股权转让同意书 让我把所有的股权转让给你 我这么做 是为了我的家庭着想 我可不想让我娘家的钱 被你胡乱挥霍 把属于乙祥和乙安的财产 分给毫不相干的外人 从现在开始 你要把公司所有的股份 转到我的名下 让我当上副董事长 主要负责公司的经营 为了替你保留点颜面 你依然可以当你的董事长 只不过没有实权而已 这是谁的主意 我们储物 要是我 不同意呢 你先别急着说不同意 看看这个东西再说 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位都是在业界响当当的人物 如果这样的照片传出去 这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周胜呢 自己是老板 顶多被员工在背后指指点点 可是 郑女士 你就没那么走运了吧 堂堂一个淘淘网的副总 竟然和对手公司老板亲密接触 你觉得你还能保住你现在的位置吗 你们现在是想要威胁我 威胁 这样说太难听了吧 要我说呀 这叫你牙还牙 二十几年前我治不了你 今天我就算告不倒你 我也会让你身败名裂 你 周胜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条件 可是这样的流言飞语传扬出去 他们母女肯定会被网友人肉搜索 到时候 甚至连你那失踪的宝贝女儿郑云 也会被网络便捷的社会 无前的伤害 即便是这样 你也无所谓吗 我 行 行 周胜 你不用为了我们母女俩 放弃你一辈子奋斗的心血和结晶 你不用劝我 这是我欠你们母女俩的 也是我欠李红的 既然她要好 就统统拿去吧 等等 周太太 如意购一开始 或许是你拿娘家的钱当资本 但这些年 没有周胜的付出和努力 公司不可能有今天的规模和成就 更何况 这些年 风红加上利息 你娘家拿到的 比当初翻了好几倍了吧 现在 你却要周胜 把所有的股权都转让给你 这对周胜来说 太不公平了 哎呀不错呀周胜 你真的没有选错人 在这样的关头 他还能为你挺身而出 你只知道 他为公司付出了心血和努力 但是别忘了 要是没有我这个贤内助和我娘家的支持 他能有今天吗 这些年来 我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家 忍受着丈夫的背叛 到现在为止 他还在和你来往 自古以来 英雄爱美人不爱江山 既然 他选做英雄 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觉得这样做很公平 是啊 你说得没错 我亏欠你 亏欠的实在太多了 今天 我欠你的这笔账 就在这儿还清吧 周胜 妈 爸 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爸 到底有没有同意 转让公司的股权啊 同意了 而且 签得还特别的爽快 爸签字了 那也就是说 妈拿到公司的经营权了 既然都达到目的了 妈为什么还不开心啊 爸为了外套的狐狸精母女 连一手建你的公司都不要了 换作你是妈 你还开心得起来吗 我真的没想到 她居然一口就答应了 其实 我真的不想要她的股权 我真正想要的 是她答应我 会好好地守护这个家 再也不要和郑宛若母女见面 没想到 她那么干脆 拿起笔就签 我相信爸不是这个意思 她只是顺着您 想让您安心 不想让您再胡思乱想了 是啊 妈 您就别多想了 公司现在已经是您的了 她母女俩从爸的身上 什么东西都得不到 这样 这个家就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这个对您来说 不才是最重要的吗 你说得对 人我得不到 至少我可以得到钱吧 想想 我的人生更悲哀 妈 您别这么想 您跟爸结婚三十年了 咱们是他的亲人 无论如何 他不可能不要这个家的 好 好了 别说了 对了 这份 古权传让同意书 您可一定要收好了 等明后天 我跟乙安陪您到写字楼去 把该办的手续都办了 这样 您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请进 你妈说 你去了婚纱店 一会儿就走了 根本就没跟方彤拍婚纱照 我那天突然有点事情 是你心里有事吧 爸 我明白 你的这种郁闷 又说不出口的心情 我很能够体会 因为我也是过来的 爸 怎么了 没事吧 没什么 我只是来告诉你一声 以后公司的经营方面 可能会有些变动 变动 发生什么事了吗 其实没什么 我只是看到 你和乙安 都各自的要成家立业了 前两天 我去了一趟律师楼 把我名下的产权 还有股权 重新分配成了四份 我 你妈 乙安 和你各一份 刚才 我又把我手上的股权 给了你妈 以后 你妈就是公司的副董事长 公司的经营权 就由她掌握了 我这个董事长 也就准备退休了 不是 爸 你怎么突然 是不是妈逼您这么做的 你妈 最近老是胡思乱想 如果我这么做 能让她安心 让家庭和谐 这也算不了什么 只是 以后公司 由你妈经营 你可要多费点心 多帮帮她 毕竟咱们公司的员工那么多 许多家庭 都倚赖公司过日子 我们做老板的 不能不负集 照顾员工 跟家属的责任 爸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我会尽我所有力量 帮妈管好公司的 倒是您 您真的以后 不管公司的事情了吗 一个将军 交出了兵权 又怎么能带兵打仗呢 辛苦了这么多年 我也想趁这个机会 好好地休息一下 做点自己 真正想做的事 不过你放心 只要你需要我 我随时都在你身边 好 这个 是给你的 爸 我说了我不想拿家里的钱的 我有能力自己赚钱的 我知道你有能力 你已经证明给我看过了 爸爸辛苦了大半辈子 我 努力赚钱 不都是为了你们吗 你是爸爸的儿子 你继承我的产业 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还不止是这样 你要延续我的精神 把我一手开创的事业 让他能够发扬光大 爸 我 你心里想什么 我很清楚 关于天心的事 对你 对他 我都觉得很抱歉 你放心 爸一定会给他一个交代 至于方彤 既然你已经决定跟他结婚 他肚子里又怀着你的孩子 你就应当负起责任 不要再三心二意了 爸 我知道 不过有些事情 终究是勉强不了的 我都懂 我都懂 孩子 以后就全靠你了 老婆 快来快来快来 干什么 他是谁 周以祥 他怎么有脸来呢 不过 既然是他自己死的 送上门来的 别怪咱俩心狠手辣 咱俩好好教劝教劝他 给他带颜色看看 给欣欣报个仇 好 姐夫 这位是 就是马上要梅开二度 再次结婚的周家周大公子 是吧 欢迎光临蓬帝生辉 对了 您今天来 肯定是想看看 你未婚妻做的杰作吧 对啊 看吧 看看这个店被砸的 已经全被砸烂了 不过你如果不满意 你还可以接着砸 看看吧 随便看 怎么会这样子 大姐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方桐会这么做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一定会阻止他的 阻止 你连自己女朋友都管不住 还当什么什么什么 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 我劝你小心点吧 早晚被人骗掉 这就是被人骗掉 他都不知道怎么骗的 行了别跟他啰嗦了 周一祥你到底来干嘛 看一看了 如果没什么事你可以走了 走 我是其实有点事情要找天心的 什么事啊 他在吗 他不在 他现在正在跟救命恩人 见好朋友去逛街了 他又跟那个圆萍出去了 怎么了 你管得着吗 我们家田心现在是单身 你有意见啊 是没错 田心她现在是单身 但那个圆萍她还没有离婚 你不是也还没有离婚 他今天就跟人家有孩子了吗 亲爱的老公 你记错了 人家跟田心根本就没有结婚 没有领结婚证也就不叫离婚 玩玩的 对 这自始至终 周大公子对田心就没有过真情实义 所以人才会脚踩两只船 劈腿劈得很大的 学805的 你才知道 田心她什么时候回来 还早着呢 这一般情况嘛 出去逛完街肯定是烛光晚餐 之后去唱唱歌 蹦蹦滴什么的 对呀 再然后去吃吃宵夜 散散步 这要说回来 最早也得是两三点 我们大家还要收拾东西 你 请回吧 走了 你静等一下大姐 别叫大姐 那可不可以麻烦你们 帮我把这个转交给田心 什么东西啊 反正田心看了就知道了 好吧 等她回来我交给她 谢谢你们 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老婆 不知怎么的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我突然发觉她好像有那种悲伤 忏悔和失落 行了 还装文人 算不算呢 拿着 看看 怎么了 你干嘛 我看看 那怎么可以看呢 人家给猩猩的东西 你看了不是侵犯人家猩猩的隐私权吗 我呸 隐私权 我是猩猩的姐姐 我看看能怎么了 再说了 这里面能有什么 不就是一些酸掉牙的告白吗 我看看能怎么拉真实的 不看就不看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也不许看 我才不会 佐大可 来 到活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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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要不要去店里坐坐 不去了 我得回去陪陪小云的妈妈 郑副总她还好吧 小云呢 一直跟她妈妈相依为命 现在小云不见了 她妈妈怎么会好过呢 我已经给公司请了长假 这段时间 我会尽可能陪着她 并赶紧想办法 把小云给找回来 有需要我的地方 尽管跟我说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明天就要去高总那里 上班学习了 加油 谢谢 好 我会努力做出一番成绩的 我走了 拜拜 你瞧瞧啥 高总 进来 他们来了 这个公司是个大公司 是吗 你们来了 高总 高总 以后我们就要麻烦您了 谢谢啊 是是是是 不用客气 小米啊 我们先带他们去参观一下吧 好 参观一下 来 帮带走 您先请 来 到这边看一下 这边呢 是我们的资料室 公司的资料 这都在这儿 这边呢 是一个办公区域 高总 高总 来 过来参观一下 看看这里 这个区域呢 是个小型会议室 有什么小型的讨论会啊 就在这儿开 这位 是我们新的副董事长 李虎女士 大家鼓掌欢迎 我带您去办公室 我们走吧 这边 首先我们讲的是品牌规划与建设 分为三个部分 品牌蓝图 品牌建设 还有品牌传播 品牌的目标与定位 这个很重要 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初步建立知名度 然后再配合上市 满足消费者的品牌形象 然后在经营者这里 积累的是品牌资产 我有问题 消费者消费的形象品牌是什么 产品跟产品的相似点 还有最终决定品牌的市场 然后品牌的期待印象 鑫叶 这个不错吧 一翔你看看吧 你们挑就好了 一翔你挑啊 要不就 就这个吧 好 就这个好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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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领阶层 别白领阶层了 傻貌 我副经理 你还归我管 我才是真正的白骨精 什么白骨精 个土老貌 白领中的骨干精英 简称白骨精 二名 那我不做主任了 我做卡丁森 还卡丁森 卡丁头啊你 怎么样 天心 高总 感觉如何呀 满意 太满意了 谢谢您高总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那就不用说了 大家努力 我一定会努力的 天心啊 我找你是要告诉你 你的设计图我看了 非常好 你学习很用功 而且学习能力很强 高总 其实这都是您教得好 对了 还有小米 小米也帮了不少吗 真是谢谢啊 谢谢 那就不用客气了 大家一起努力吧 把我们的时尚网 做好 做大 怎么样 对 我们一起加油 加油 天心 明天中午有个聚会 你来一起参加 上午早点来公司 我已经请好了化妆师 帮你化妆打扮一下 我还邀请了原平 做你的男扮 这么隆重啊 是什么活动啊 还得给他化妆 还得请男扮 什么活动 你到了那儿就知道了 请进 总经理 那我先下班了 总经理 明天就是您结婚的 大喜日子了 您也早点回去休息 知道了 谢谢你 是我了 干嘛呢 又开始画了 给 周一翔给你的 一翔你来过啊 不是这两天 是那天咱们店被砸之后 他来过找你你不在 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 大可呢就把它收进抽屉里了 今天我正好收拾抽屉 看到了 不好意思啊 快打开看看吧 什么呀 这什么呀 是容易购的股票 你想把他名下的股票都给我吗 他把他的股票都给 他把他的股票给你了 你给我给我看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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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 这得多少钱 姐 这得多少钱呢这 我不可以收 不是 你赶紧还回去 那希希你听我说 那个 那 我现在打电话给他 那什么 我的意思是 那个 快接 快接 听听他说什么 快接呀 快点 不是 你别看我 快接电话 快接电话呀 快快快 小气还不让你听 你听就听 你听听 你香吗 天心 你有没有收到 我给你的信封 刚才姐拿给我了 我正好要打电话给你 你想 这份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明天我拿回去还给你 不 你就收下吧 这是我最好可以给你的 也是你赢得的 就当是 直到日子以来 你跟我在一起受到那么多折磨 委屈的一点补偿 你跟我在一起受到那么多折磨